最近他進到行政院會之後 就會發現 出來之後怎麼天色不一樣了 剛剛進去的時候 不是笑得很開心嗎 這人錢握握手嗎 可是沒有想到背後 真的有人在搞鬼嗎 因為網路上就突然出現了 被剪輯過的影片 結果現在這蘇院長 還又出來講話了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登革熱 其實登革熱疫情 四年一次的這個 比較大的一個疫情 大家其實都非常的擔心 高雄市民也很擔心 但是我慢慢想不到的是 行政院長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竟然笑笑的 而且總統也在笑 到底在笑什麼 看一下這個片段 韓市長終於來參加院會 這是我當行政院長後 他的第一次 他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都具體給他答覆 他非常高興 最後還站起來拍手 謝謝我 那他既然來參加宴會 我也藉這個時間 特別提醒韓市長 因為現在全國已經發生 20例的登革熱 通通在高雄 尤其後面的19例 都是在他跑來跑去 忙著選舉這段期間 發生在高雄 這是很可怕的現象 在講這麼比較嚴肅的事情 登革熱當時是20例 但是沒想到在講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是誰 總統一臉笑意 頻頻點頭 就被網友說 有這麼好笑嗎 源氏 我跟你講我再重申一次 蘇貞昌真是我覺得 最堅巧 最堅酸刻薄的政客 沒有之一 但是我昨天這樣子講 被人家打斷 人家說那謝長廷 好 韋賀 蘇貞昌 謝長廷 是我覺得最堅巧 最堅酸刻薄的政客 兩個人誰最堅 當然是蘇貞昌 我問各位觀眾朋友 高雄有20例登革熱 大家生病了 大家住院了 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請問一下你蘇貞昌在笑什麼 你在做政治的操作 你說這20個登革熱發生 韓國瑜市長到處走來走去 跑選舉 很可怕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蚊子是因為 韓國瑜去選總統 所以跑過來的嗎 他們跟韓國瑜選總統 有關係嗎 你這個就是政治的操作 我告訴你蔡英文 蘇貞昌 高雄市民也是你們的子民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所有新北市發生的事情 高雄市發生的事情 桃園市發生的事情 都是中央政府要管的事情 登革熱絕對是全國性的事務 那個蚊子不會因為 韓國瑜當高雄市長 就飛到高雄去 也不會因為侯友宜當新北市長 就不來新北市 他是因為台灣的地理環境 所以中央政府 你要拿出辦法出來 你要示名如指 而不是說 巴西在高雄就跟你無關 你在那邊笑韓國瑜跑選舉 這到底是什麼是什麼 而且朱仁昌 你在做選舉操作的時候 你旁邊的蔡英文在幹嘛 在那邊點頭微笑 你到底在笑什麼 請問你笑點在哪裡 這件事情的笑點到底在哪裡 人家得燈革熱 你知道賭神有一個片段 大家喜歡周星 應該不是周星之電影 有一個電影 他說有一種人 他的笑讓你感覺到發麻 心寒有沒有 那蘇貞昌跟 那個是什麼電影 賭神山 賭神山 蘇貞昌跟蔡英文的笑 就是那種笑到你心裡裡 讓你感覺到厭惡 真的是很厭惡這兩個人 你到底要笑 後面還有徐國勇 徐國勇你之前吃了 那個菇婆娛然後受傷 難道如果說你希望人家 因為你吃到菇婆娛然後笑你嗎 說你就是活該 誰要你要在民進黨 所以你吃到菇婆娛 你希望聽到這一種話嗎 我希望這幾位政治人物 你想想看 那20個得到燈革熱的 他都是活生生的台灣人 你想想看好不好 他們可能生病了 可能需要住院 可能需要你提供援手 結果你居然把他當作選舉操作 我已經非常厭煩 蘇貞昌一直在做選舉操作 像我們新北市 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就不小心 贏了他29萬票 他就一直耿耿於懷 你知道嗎 贏太多了 就是贏太多了 所以他怎麼修理侯友宜 我們之前新北市 有一個捷運的一個典禮 要視察 就公開場合 對 公開場合 他跑過來 然後就酸侯友宜 就說你們要補助 也要認真點 侯市長 然後蘇貞昌那時候 媒體要訪問他 要罵一個國民黨候選人 侯友宜因為是地主 就接待他 接待他通常的話 市長跟行政院長 面對媒體發言 你要講這件事情 你來捷運的事情 結果蘇貞昌講什麼 蘇貞昌講說 要看國民黨候選人 怎麼那麼爛 罵 侯友宜在旁邊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然後一個照片這樣秀出來 好像侯友宜在幫蘇貞昌背書 他罵國民黨這件事情 結果這個照片傳出去 網友們全部都在酸侯友宜 就說蘇貞昌罵人 你站旁邊幹嘛 侯友宜很無奈 我以為他是要講建設 我怎麼知道他講政治 所以這個就是他堅囂的地方 如果他稍微有點良心的話 他會怎麼做 他會講說侯市長 因為現在我要評論 對你們國民黨不利的事物 所以請你先離開 我罵完之後你再過來 沒有那麼君子 他就不君子 你這是戲劇的對白 我對他期望太高了 所以蘇貞昌做什麼樣的事情 大家都不意外 尤其是蘇貞昌會越來越誇張 因為他去年真的輸太多了 29萬票是我們新北市 有史以來輸最多的 他一直想要洗刷這個惡名 所以現在他一直不斷包裝自己 有沒有 各位 他上那50天就拍一次短片 就說他上那50天做多少事 你上那50天你能做什麼事 你做的事情都是賴清德做的 你在收割而已 你也可以把以前的事情 拍一支影片做宣傳 結果我想說四可而止有沒有 100天之後又拍一支 然後甚至於簽署一個太空計畫 都算他的政績 他弄了99項 硬要湊99項政績 還有一項叫蘇貞昌衝衝衝 你蘇貞昌衝衝衝都可以算政績 我葉原汁原味可不可以算政績 可以 因為連一個名字的口號 都可以算政績 黃靖平讓你平可不可以算政績 可以 好棒 這樣你哪裡平 我弄大江海可不可以 游貞昌衝我很會可不可以 不是 這就是很幼稚 蘇貞昌就是很幼稚 然後蘇 多讓我罵幾分鐘 可以 想要吹一些話 我身上腺會奔蜜 因為蘇貞昌之前 他因為是那時候初選 民進黨初選還沒有過 那時候蔡英文要靠他 他是五人小組 所以他那時候權力很大 幾乎公股航庫的人士 包括連什麼 有媒體的高層的人士 全部蘇貞昌決定 NCC的主委 蘇貞昌一句話被換掉 有沒有 蘇貞昌一句話 NCC就開拔我們這邊 然後所以他那時候權力超大 因為蔡英文也怕他 還有我的選區 我一個同事叫做何博文 他名調很高 他在跟張宏露 就是蘇貞昌 子弟兵兩個選舉 他的民調一定贏張喉嚕 但是蘇貞昌出面了 壓迫蔡英文說 你去把何博文給我敲掉 讓我的子弟兵進去選立委 何博文現在都很鬱 何博文平常在議會都 要舞揚威的 結果後來那幾天 就很低調 很難過 就是說你看已經 他已經消到 跋扈到那種地步了 現在初選過了對不對 他又很害怕說 他現在沒有利用價值了 所以他開始表公 他開始毛起來打 國民黨的候選人 因為他要表公給蔡英文看 他要讓蔡英文重視他 然後最好有蔡蘇貝 他可以繼續他的政治的前途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蘇貞昌這個人 所以你會發現好誇張 韓國瑜只是去參加 一個行政院院會 從頭到尾客客氣氣 你修理他幹嘛 通常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大家有人情味 大家是謙虛的 大家是互相重視跟尊重的 怎麼可能 你能想像嗎 韓國瑜客客氣氣到行政院院會 去跟蘇貞昌爭取預算 結果蘇貞昌事後可以這樣修理他 這是我們台灣人 做人的價值跟道理嗎 而且全部都是用剪接的 比如說他要求的像登革熱 這都是高雄市民的事情 又不是韓國瑜自己的事情 還有另外就是機場希望能夠擴建 還有另外包括像什麼統籌分配款 這不是為了韓國瑜個人 這是為了高雄市 結果你移花接木 有沒有把韓國瑜形塑成說 他都不一定有狀況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行政院會結束了 大家也要散場 散會 然後結果他還對著麥克風講說 韓市長以後你就說中華民國地區 中華民國就好 不要加地區 這就是故意的 他故意要講這句話 把他剪在他的小影片裡面 去修理韓國瑜 我覺得孫昌你真的夠了吧 你能不能以台灣的民眾為主 不要以政治為考量 其實我們都知道 登革熱是非常嚴肅的話題 為什麼那麼嚴重 花媽當年執政的時候 曾經有一年有兩萬例 之前有什麼 我們的賴清德 他兩百天不去議會 結果造成了登革熱 有百人的有一些死亡的案件 所以登革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問一下淑慧 你怎麼看 總統在笑什麼 還有旁邊這個 我聽說淑慧其實你還特別做的功課 是要了一些數據是不是 我覺得我看了這些數據以後 還有看了蘇貞昌的嘴臉以後 我真的覺得政客的 這種可惡的嘴臉比登革熱更可怕 蘇貞昌用 他說什麼 現在全台灣只有20例 20例全在高雄 不對 今年到現在全台灣有187例 不是他說的20例 連這個他都要騙 都要去擷取某一個數據 來凸顯說 好像百分之百都在高雄 如果說他要說拿20例 20例 對我們來說都是20個人 不是像你說的 是20例這樣冷冰冰 然後笑得很開心 說20例都在你高雄 你看你韓國瑜多有問題 如果真的要看數據的話 數據會說話 我去疾病管制署 調了從陳菊上任以後 民國96年到107年的所有的數據 我跟各位報告 兩年的數據真的是無敵可怕 什麼叫可怕 蘇貞昌去問問衛福部 什麼叫可怕 103年就是高雄氣爆那一年 陳菊在選舉那一年 高雄市的確定病例有15000人 15,043人 是現在高雄20例的幾倍 將近80倍 到了104年 陳菊全省趴趴走 去幫蔡英文輔選的時候 這一年高雄更可怕了 有19,784例 將近2萬例 在陳菊選舉 自己選舉的那一年 全台灣也不過15,700多例 光一個高雄 就佔了全台灣的95% 這就是陳菊的登革熱政績 所以我說政客的嘴臉 其實比登革熱更可怕 我們知道登革熱的防治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是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國軍的第八軍團 已經應該要下去了 可是你看蘇貞昌怎麼說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考慮會派國軍下去幫忙 現在不就是你要下去了嗎 什麼叫有需要什麼叫考慮 你就是要韓國瑜再來行政院會第二次 再來被羞辱第二次以後 一直拜託一直拜託 你一次像擠牙膏似的 補助一點補助一點 剛剛前面說的補助款的問題 高雄市也澄清了 什麼叫做一般專案性 一般補助款 什麼叫專案性補助款 一般補助款就是每一年都有的 叫一般補助款 不是你專門給韓國瑜的 什麼叫專案補助款 就是特別專案有需要的時候 現在韓國瑜申請的是這個 到目前為止補助是零 即便是一般補助款 一般常態性的補助款 在108年高雄所得到的 也比陳菊任內還要少 我去調了高雄行政院主計次 公佈的資料 在106年的時候 行政院給了高雄138億5000萬 大家記得是138億5000萬 到了107年也還有128億6000萬 但到了108年只剩下125億了 比前年少了10億 光是這個部分就少了10億 所以不要說什麼 一般補助款專案補助款 你行政院到底在登革日的防治 你做了什麼 這個是法定傳染病 法定傳染病就是中央要下去 一個縣市是沒有辦法單獨去防治 我以前在環保署待過 我也在台北市政府待過 如果高雄登革日疫情蔓延的話 最重要的問題真的在舒貞昂身上